其实很多人就是因为太多的人情事故 或是太多的所谓的亲情绑架 没有办法说不 没有办法做真正的自己 也许我不想借钱我不敢说不 所以我说一个人除了学会要求之外 也要学会拒绝 其实要求跟拒绝 就跟一台车子的油门跟煞车一样 人们都必须要学会这两个课题 把这两个课题练好 踩煞车的时候踩煞车 该加油门就加油门 我觉得这点很重要 很多人也不懂得拒绝 也不懂得要求 那这一个人就真的很倒霉 所以一昧的只能为被人家锁取 所以我认为被讨厌的勇气 最重要的是你敢于做自己 敢于说出自己心中的话 敢于说我说这话也许会得罪你 但是我觉得该说我还是要说 我觉得这一点呢 必须要学会拒绝 学会这些五四三 保证让你立刻变聪明 生活更加轻松 在社会生活中想要聪明的生活就要学会哪一些事不能管 哪一些话不能说哪一些忙不能帮 首先忙有五不帮 有人说聪明是一种天赋 而善良是一种选择 选择善良是一件好事 但是心存善良的同时 你更应该懂得自保 俗话说得好 先够抛斗 再够活动 我们更应该把善良用在对的事 以及对的人的身上 生活当中有五种忙 聪明的人从来不帮 第一 涉及钱财的忙不帮 钱是这个社会上最敏感的话题之一 人与人之间 他们之间的关系 如果一旦涉及了利益 那就会变得非常复杂难变 借还是不借 永远都是人生一大难题 我们也经常听人家说 旧级的时刻是一种面团 还钱的时候又是另外一种点 台语有句话说 欠小遭诸狗 讲的就是你好心的让他设账 但是他却因为会不好意思看到你 原本在你这里消费的 他却跑到别的地方消费 你会不会发现 这种做法是不是赔了夫人又责兵呢 所以没有金钱来往 大家都是好朋友 一旦有金钱的借贷关系 很可能连朋友都做不成 因此涉及金钱方面的忙 尽量能不帮不要帮 第二不被感激的忙不帮 俗话说得好舍暖不热 狼胃不熟 蝎子过河的故事大家听过吗 有一只蝎子有一天想要过河 因为知道自己本身不会游泳 正在烦恼到底怎么过河的时候 突然看到一只青蛙在那边悠闲地游泳 于是向青蛙提出了请求 还有哈喽青蛙 你能不能把我背过河呢 青蛙这么一听连忙摇头说 不不不不 你是一只蝎子 你是专门在咬人的 如果我背你过河 不就是很快就被你咬死了吗 这个时候啊 这个蝎子说了一句话 不不不不不 绝对不会是这样的 你想想看 我怎么会做如此万恩负义的事呢 况且我也不会游泳 如果我在河的中间把你给咬死了 那我自己不也是淹死了吗 青蛙这么一听啊 好像有点道理哦 于是就答应了要背这个蝎子过河 没想到啊 青蛙游到一半 突然脖子一阵疼 回头一看 那被蝎子咬死了 其实啊 蝎子咬青蛙 这就是所谓的天性 有些人天生就是背棍了 不管你怎么帮他 他一定有机会 就会保证背叛 拿走你所有的资源 抢夺你所有的成果 这就是那些不知感恩的人的天性 你要知道你的善良很贵 一个不懂感恩的人 一定不值得你帮这个忙 第三 没有办法帮到的忙 不帮 人啊 要量力而为 行善也同样的要把握好分寸 在自己有能力帮的忙的时候 你就可以尽量去帮 但是如果超出了自己的能力范围的忙 你千万别逞强去帮 第四 超出底线的忙 不帮 帮忙也是一个人的品德 但帮忙也有一个底线 这个底线就是 不能做不仁不义的事情 不要因为要帮助一个人 却反而害了另外一个人 总之不要给自己埋下了定时炸弹 要学会明则保身 对不起良心的忙 不帮 第五 不了解真相的忙 不帮 徐志摩曾经说过 如果真相是一种伤害 那我宁可选择谎言 如果谎言是一种伤害 我宁可选择沉默 如果选择沉默是一种伤害 那我就选择离开 在不了解事情真相之前 有些忙啊 不要轻易去帮 不要成为别人的棋子 如果你想要帮助别人 首先就要了解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 不清楚 不明白的忙 绝对不要帮 相信大家一定也认同 上面五种不帮的忙 但是除了学习上面的五不帮 还有四种话你千万别说 我们来看一看 话有事不说 蔡康永曾经说过 把话练好无疑是最划算的事 在生活当中 如何说话成为了一项十分重要的技能 而聪明的人在日常生活中都懂得好好说话 让人温暖如玉春风 真正聪明的人从来不说这四种话 第一 抱怨的话 不说 一个人到处抱怨 像是吃了臭豆腐 香的自己 却臭了别人 抱怨的话不要说 不要成为那种负能量的传播者 没有人喜欢对着你那一张 愤世技术的死人脸 有抱怨埋怨的力气 还不如用在解决事情的上面 你说是吗 第二 胡说八道的话 不说 有些人遇到一点事 就爱胡思乱想 而且呢 越想越偏激 在这种气氛之下 很容易就说出一些胡说八道的话 这种无中生有 自己胡思乱想的话 一旦说出口 会引起极大的负面影响 有时候啊 说的还跟真的一样 连自己都分不清楚真假 活在自己的想象 负面阴影之下 第三 太狂妄的话 不说 有些人 十分容易迷失自己 认为自己 已经十分了不起 其实 既然可以取得成功 那就表示你在某一方面 的确是相当优秀的 但是切勿因为别人的 一时的婀娜奉承 说这些场面话 你就迷失了自己 变得有大头症 说话说得不可一世 狂妄狂妄到无法无天 你要知道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真正厉害的人 都是懂得谦逊 懂得收敛自己的光芒 你要知道只有半桶水 才会在那不断的摇摆 也是 造假的话 不说 人与人之间 最重要的是信任 最难得的也是信任 建立信任很难 但是要摧毁信任 却十分容易 所以呢 我们要实时警惕 只要开口 绝对不说假话 正如我们所谓 并从口入或从口出 一个人说话不可不慎 除了说话要节制之外 你是一个爱管闲事的人吗 那么老师还要告诉你 有三件事不要管 有智慧的人 从来不管这三件事 第一 不管闲事 做人不能太冷淡 不然会跟人家很难相处 但并不表示做什么闲事 都要去管 我最喜欢的一句话 就是个人至少门前选 相信很多人 都会觉得这句话 好像有点自私哦 但是老师要告诉大家 你误解了这句话的真实意思了 那么如果 我们用另一种形容词 你来听听看 有没有道理 这句话叫做 在其位磨其正 不在其位不磨其正 是否能够将他的意识 形容得更加贴切 这个社会充斥太多了 自己的事情都没做好 拼命的管别人家闲事的人 老师真的有时候认为 这种人 是不是吃饱撑着 与其被闲事扰得焦虑 气恼 不如去多去开辟眼界 修身养性 不管闲事的人 心中总是比别人 多那么一分的平静 二 不管情事 情事感情的事 稍管感情的事 如果用在自己身上的时候 就是凡事不要太过于冲动 不要太过于意气用事 遇到事情必须要冷静 记得冷静一切搞定 当遇到他人感情事情的时候 也不要任何的掺和下去 因为你会不知道 到最后是什么样的情况 也许他们今天关系很差 也许明天就和好了 那这样子 你是不是很容易把自己搞得像猪八戒照镜子一样 里外不是人呢 费力讨好的事情 真的还是不要去管吧 第三 不管家事 俗话说得好 清官难断家务事 所以呢 关于别人家的事情 最好是不要管 有智慧的人 在自己为人处事的原则里面 就会十分注意 不会轻易地管到别人家的家务事 毕竟 我们没有这个权限 并且也名不正 言不顺 没有这样的一个能力 真正聪明的人 是欲小事糊涂 而欲大事睿智 做人低调 懂得看破 不说破 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 做人如水 才能以柔克刚 相信这样的人生 才能够笑到最后 成为人生的赢家 您说是吗 有把今天老师教你的五四三学起来吗 未来当你迷惑的时候 不妨多回来看看这支影片 多看几遍 我相信你一定有不同的感悟 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 欢迎订阅按赞加分享 记得打开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我们为您精心准备的影片 我们下次见 拜拜 其实我觉得 就像刚才提到的 如果我们把它反过来就OK了 第一个 譬如说我们的金钱的事情不帮 对不对 那你不是一个经常借钱的人 而且你是一个言而有信的人 我们经常说帮忙是这样 光钱财来说 我们是救急不救求 你不能老是自己不努力 老是要跟人家借 那一种忙确实没有帮 因为那是肉包子打狗一去就不复回 而且你帮的越多 你会让他更加的懒散 让他找到的借口 所以我认为一个人 还是自己的品性很重要 当你今天 反而你有时候不说 大家看你在辛苦的时候 也许人家都会主动去帮你 我觉得先把自己做好 那如果真的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相信你的好朋友绝对不会怎么样 就是不管你 我觉得是这样 没问题 谢谢神经病